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过几天 叶子上的牙虫越来越多 小葫芦一个一个都落了 大家和他想的一样吗 这是课文的两幅插图 同学们想想看 它们分别对应的是课文的哪个自然段 从这些自然段中你都知道了什么 听听这位同学怎么说 第一幅图对应的是第一自然段 从这一自然段 我不仅知道了葫芦最初长得很好 而且知道了葫芦的生长过程 还有那个人对葫芦的喜爱 第二幅图对应的是第四自然段 读了这一自然段 我知道了小葫芦一个一个都落了 同学们 你们和他想的一样吗 看了这两幅图 读了这两个自然段 大家有什么疑问吗 听听学习小伙伴的疑惑吧 我想知道 为什么一开始葫芦长得很好 最后却都落了 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呢 那就请同学们 小声读课文二到三自然段 边读边想一想 种葫芦的人想要葫芦 为什么最后却一个也没得到 课文读完了 你有答案了吗 让我们听听这些同学的分享吧 小葫芦都落了 是因为叶子上长了牙虫 种葫芦的人没有制成 我从课文第二自然段 这句话知道了 那个人认为有几个虫子多可怕 有一天 他们和大家想的一样吗 请同学们都来读一读 种葫芦的人看到叶子上的牙虫时 心里是怎么想的 再来读读这句话 你发现这两句话的语气有什么不同了吗 有的同学这样说 第一句的语气更加强烈 更加突出了 那个人认为有几个虫子不可怕的想法 还有的同学也从第二自然段读出了一些内容 我们继续来听他们的分享吧 我从这句话中知道了 那个人只想要葫芦 他盯着小葫芦自言自语地说 我的小葫芦 快长啊 快长啊 长得晒过大南瓜才好呢 盯就是一直看着一个地方 我从盯子知道了 那个人眼里只有小葫芦 没有叶子 更没有牙虫 我还知道了 他盯着小葫芦长得比南瓜还大 同学们 你们和他们想的一样吗 也许你还注意到了 自言自语这个词语 也许你从这个词语读出了 那个人丝毫没有在意叶子上的牙虫 现在就请大家和学习小伙伴一起 再来读一读第二自然段吧 你还可以边读边表演 有一天 他看见叶子上爬着一些牙虫 心里想 有几个虫子怕什么 他盯着小葫芦自言自语地说 我的小葫芦会长啊 会长啊 长得帅国大南瓜才好呢 同学们从第二自然段读出了 那个人认为叶子上的虫子不可怕 眼里只有小葫芦 还有的同学从第三自然段也读出了一些内容 让我们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我从第三自然段知道了 邻居劝过那个人 可是他没有听 一个邻居看见了 对他说 你别光盯着葫芦了 叶子上伤了牙虫 快这一只吧 我从别光盯着 快这一只吧 知道了 邻居特别着急 提醒他赶快去一只 叶子上的牙虫 我还知道了 那个人不听邻居劝告 是因为他认为 叶子上的虫不用治 那个人感到很奇怪 说 什么 叶子上的虫还用治 我要的是葫芦 我从感到很奇怪 叶子上的虫还用治 知道了他不明白 邻居机为什么要让他去除 学习小伙伴注意到了 感到很奇怪 和叶子上的虫还用治 这样的内容 同学们注意到了吗 请你们来读一读这两句话 在读的过程中 你有什么感受 听听这位同学是怎么说的 我在读的过程中感受到 叶子上的虫还用治 这句话语气更加强烈 大家是不是都有这样的感受呢 种葫芦的人通过 叶子上的写 你别光盯着葫芦了 叶子上生了牙虫 快治一治吧 那个人感到很奇怪 说 什么 叶子上的虫还用治呢 我要的是葫芦 读了二三自然段 我们知道了那个人不治虫的原因 叶子上的虫真的不用治吗 让我们听一听 植物哥哥是怎么说的吧 同学们你们好 我是植物哥哥 叶子是绿色植物 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器官 植物在进行光合作用时 利用光能把二氧化碳和水转化成有机物 这些有机物正是植物生长 发育 繁殖的主要物质来源 和全部能量来源 如果葫芦叶子上生了牙虫 牙虫靠刺吸植物体内的枝叶为食 这样就很容易引起植物营养不良 随着叶子的皱缩 卷曲甚至枯萎 植物的光合作用也受到了影响 植物体内的营养物质进一步减少 小葫芦就可能由于缺乏营养 而变黄掉落 听了植物哥哥的介绍 我们知道了植物的各个部分都存在着联系 可是种葫芦的人却不懂得这个道理呀 现在请同学们再来读一读课文的二三自然段 体会种葫芦人的想法吧 结果怎么样了呢 让我们和学习小伙伴一起读一读第四自然段吧 没过几天 叶子上的牙虫断多了 小葫芦慢慢的变广了 一个一个都落了 看着落了一地的小葫芦 回想起邻居的话 你觉得种葫芦的人会怎么想怎么说呢 听听这位同学是怎么说的吧 看着落了一地的小葫芦 种葫芦的人想起了邻居的话 这时他感到很后悔 心想原来叶子上的牙虫也会影响到小葫芦 我不如听邻居的话 置一置叶子上的虫了 同学们和他想的一样吗 其实不仅是叶子和葫芦 事物之间也是存在密切联系的 我们要联系的看问题 假如第二年 那个人又种了一颗葫芦 这次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请你开动小脑筋 续编个故事 讲给身边的人听吧 这节课我们还要学写五个左右结构的字 你也许已经发现了 虽然它们都是左右结构的字 但是结构特点也有不同 林是左右等宽的字 而磕 钉 质 怪 是左窄右宽的字 要想把字写好 要一看结构 二看站格 三看关键笔 请你和老师一起先来写一写 林字 林 左半部分令 第二笔那变成点 横撇从横中线起笔 右半部分的双耳旁 要先写横撇弯钩 再写数 你可以在语文书上 把林字描一描写一写 注意书写姿势 再来看这四个左窄右宽的字 请你仔细观察 想一想 在书写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听听学习小伙伴的提示吧 我想提示大家 柯右半部分左字的撇纳要舒展 丁 冰旁红要拉长些 竖光收笔靠近竖中线 致 第四笔撇折的折点在 层次阁的中心左侧 外 右上部的右横撇 穿插到左半部分 树心旁点的下方 撇纳舒展开 右下部续 最后一层不要超出撇纳的宽度 你们同意小伙伴的提示吗 现在就请同学们 仔细观察这些字的结构和笔画 按照学习小伙伴的提示 把它们在语文书上分别描一个 写一个 注意书写姿势 看 这是一位同学的书写 我们请学习小伙伴来评价一下吧 这位同学的书写 做到了笔画正确 注意了字的结构 书写也很整齐 我有一个小建议 林这个字 左半部分下面写得再短一些 就更好了 大家同意吗 看 这样修改后的林 果然更美观了 现在 请同学们 对照这三方面 对自己的书写进行评价 如果你能得到三颗星 写得很好 如果没有得到 也没关系 你已经发现了需要修改的地方 只要你更加认真的观察 每一笔书写到位 就一定能把字写好 这节课 我们学习了课文 我要的是葫芦 了解了事物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 要联系的看问题 课后 你可以与家人分角色 共读这篇文章 下节课 我们将走进口语交际 商量 学习如何与别人商量事情 这节课就到这里 我们将来读找了一本 你只需要一本 请继续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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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继续交际